Kindy哥,你是下雨天痛風,膝蓋痛,是不是? 沒有啊,美國職業運動現在流行 Take a Knee啊,我也要在好笑的錄影開始前 我也要kneel down,來做同樣的尊重啊 不過大理石太硬了,我現在有點站不起來了 Colin Kaepernick,居然敢在美國國歌 跟神奇要唱歌的時候呢 他不站起來 不站起來就是不愛國嗎? 可是他坐下,坐下完了以後 第二個禮拜,變成Take a Knee, kneel down 單膝跪在地上 那這件事情真的是對美國國歌的不尊重嗎? 他自己本人說,沒有 我對美國的國歌,以及對美國 還有在國外服務美國國土的這些 這個作戰的人員,我是十分的尊重 可是呢,在美國本土 現在有很大一些社會的狀況 是不公不義的 而且這些受害者是沒有任何平台跟發聲的聲音 所以呢,我做抗議的動作 是希望有更多的美國的國民可以看到 以及去了解這個狀況 進而呢,改善美國這些少數民族 在接受警察暴力的時候呢 所造成的傷害 那很多人呢,都在看目前為止的一個現象 就是,到底你neel down 是一個對美國國旗不尊重的行為嗎? 我個人的了解是 我對於政治的議題 或任何政治的角度 進體育場我是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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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分的反對的 可是,這個目前為止 它並不是一個政治的議題 它是一個社會不公不義的議題 而得到了一個抗議 那這個跟社會議題 還有這個政治的議題有什麼不一樣呢? 最大的不一樣是 美國的政府單位 仍然refuse 就是不願意去正視 目前為止警察暴力跟執法過度的問題 而把現在Copernet這個抗議的動作呢 把它化妝成為一個 你對美國不尊敬的一個行動 它把一個社會議題的抗議 把它化妝成為一個政治議題的結果 這個是美國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跟問題 那我們來稍微檢視一下 過去在美國的運動歷史上 有多少是唱國歌的時候 有做做抗議的行為跟動作 而他們最後的下場是什麼? 在1968年的時候呢 在參加墨西哥的舉辦的奧運的時候 這個美國的黑人運動員 John Carlos還有Tommy Smith 在拿下金牌跟銀牌以後呢 在頒獎台上美國唱國歌的時候 他們低下了頭 舉燒了自己戴著黑手套的手 來展現美國對於黑人不公平 不公不義的這個動作 而且同時象徵了黑人力量 Black Power 他們的結果就是 頒獎以後馬上被送回美國本土 認為這個對奧運是不尊重的 那在1972年的時候呢 在Munich就是莫尼黑的奧運的時候 Vince Matthew跟Vince Collette 又做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現象 他們也是拿下第一第二名之後呢 站在頒獎台 美國要唱美國國歌的時候 他們背對的國旗 然後在互相的聊天 這個行為呢 也馬上被Olympic Committee 給譴責了 所以這兩個對於自己 國家唱國歌呢 不給予尊重的這個行為 是要去抗議在美國本土 對於黑人跟白人之間的 這個種族的歧視 也受到了他們的評判以及懲罰 那接下來在籃球場上 在1996年的時候呢 Megmar Abdul Raouf 就是之前的Chris Jackson 因為他是回教徒 美國唱國歌的時候 他在丹佛金塊隊的比賽 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沒有起力 他也被NBA當局給懲罰了 所以看起來 你要懲罰對於美國國歌 不尊敬的這些運動選手 各個的運動項目 動作是很快速的 而且對他們懲罰是很嚴厲的 在Colin Carpenter 抗議的行為當中 我們學到了一些美國的單字嗎 第一我們學到了Neal Down 就是跪下來的意思 跪下來呢 也是這個別人出高招 建議給Colin Carpenter 來說 你坐在那個地方 看起來像個大壞蛋 可是如果你Neal Down 或Take a Knee的話呢 你看起來 是對於國家跟國旗還有尊重的 因為呢 你Neal Down的時候呢 就像在這個墓碑前面 你會Take a Knee跟Neal Down 你對這個事情是尊重的 那另外你在禱告的時候呢 你也會Take a Knee 第二個英文字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segregation 在美國很多的地方 還是有所謂的segregation 就是他們的分裂的主義啊 所以在segregation的一個狀況之下呢 美國需要呢 很努力的 再讓他們的這個全國的人民 United Together 就是團結在一起 那這個United Together呢 在美國的美式足球場上 或NBA的這個比賽開始 唱國歌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球員現在有的已經不跪下來了 他們有的是手跟手 這樣子牽在一起的狀況之下呢 來展現他們在全美要團結一致的決心 那希望他們這樣子的行為呢 也可以讓美國的總統 Donald Trump 看到他是有這個需要的 讓美國再一次從segregation United Together 成為一個好的國家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禮拜好 小Kennie的英文教學 所以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們可以 這個也繼續跟我們討論一下 你對於今天這個議題 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